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今天道法是榮幸 跟全市場最厲害 最用功的兩位產業達人同台 而且據說你們兩個是老朋友對不對 對啊 認識很久了 沒有10年應該最少都有5年以上 10年跟5年差很多 應該有10年了啦 差不多10年了 應該有 應該有 結婚7年了嘛 結婚之前就認識2、3年 隊長結婚我還有去參加 你還可以參加 有有有 還包了大紅包一個 我那時候就是收了這個紅包 然後就有問一下西傅哥那個伴娘 對 然後咧 然後西傅哥演技也比較高 這位世卯都忘記了 伴娘的那個條件可能就比較沒有符合這樣子 7年前張傑隊長就要介紹伴娘給你耶 然後結果你到現在 我們有記得有這回事啊 紅包大一點的我都會稍微問一下這樣 對 他可能問了一下 然後後來他去忙他就忘了這件事 喔 好沒關係 等幸福哥結婚 因為今年流行五倍券 是 所以你要包五倍多的紅包給幸福哥 沒有問題 幸福哥趕快炸我 對 好 但是今天是台股一個很重要的日子喔 因為今天終於終止了之前的九連黑 而且還有一個大V轉 這邊想請教隊長囉 就是你觀察整個台股的基本面 你覺得今天是一個波段的止跌 還是一個多頭重新啟動的開始 OK 那我自己覺得是一個跌升反彈啦 所以我定調它是一個反彈 對 那很簡單 反彈其實大家要看有沒有成交量 那有沒有主流產業在帶 對 那我覺得目前其實幾個產業的高峰 例如說像面板 所以其實輪流有一些所謂的 帶頭的這個強將喔 都已經折腰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段跌升了之後呢 其實我認為是一個反彈 跌升反彈整領 其實隊長講得很清楚 因為很多產業可能看起來是比較反轉了 然後聯準會有可能有縮表喔 資金可能會回收的狀況 所以目前看起來是個反彈啦 不能認為是長多 那幸福哥呢 這個盤喔 它緩跌了一個月之後 今天才出現一個比較像樣的反彈 所以我覺得喔 格局要對稱 就上次急跌 所以它後面是急彈 上次幾乎是V轉嘛 但是因為它這次是緩跌 緩跌的過程裡面 如果未來要上去 它也是緩漲 就是格局要對稱啦 好 因為可能未來 會是一個分化的走勢嘛 對不對 不會所有東西一起漲了 好 歡迎收看理財達人秀 今天是台股的大奇蹟 V轉日嗎 終於 終於在九連黑之後 昨天節目有特別提到喔 昨天的下殺 有一點點非基本面的因素 有可能加速趕底 今天呢 開盤我相信大家壓力很大喔 一度跌到240點左右 幸好在盤中的時候 開始慢慢的往上拉 往上拉 尾盤收最高 竟然是收漲164點 另外呢 我們的產業隊長 今天來到現場 會提醒大家 其實這一波的跌 其來有志 因為呢 有很多的產業 從5月開始 已經出現了景氣的反轉 所以接下來要挑的就是 明年 後年要繼續成長的產業 你現在去減才安心喔 當然 幸福哥也會來告訴大家 跌完了嗎 今天是止跌嗎 要重返多頭了嗎 幸福是全市場最用功的研究員喔 他今天帶來一張表 會把最近熱門的產業分門別類 來教大家 哪一些你可以減 哪一些其實你不要碰喔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今天據說啦 因為昨天政府其實已經寄出一個利多 就是當沖降稅要延長 可是可能不是5年 也許是3年 也許是2年 還沒有公佈 但總之先釋出善意喔 哇 媒體已經紛紛那個標題喔 都送那個推播出來喔 會延長 確定會延長 請大家今天不要亂殺股票的意思喔 那今天咧 真的一個神奇番喔 因為今天的震盪高達400多點 嚇死人喔 開場的時候 哇 跌到200多點的時候 趙華興就涼了想說 哎呀 昨天才告訴大家啊 可能昨天有點非經濟因素在殺啊 可能會加速趕底 怎麼又繼續殺 幸好尾盤慢慢的拉上來喔 那這樣拉上來的話大家有疑問了 想減的人不敢減 想說要逃命嗎 也捨不得賣 所以這邊的話要請教幸福哥了 到底今天是不是確立 V型反轉 然後多頭繼續往上走 還是我們要對各個產業做不同的判斷 這一次其實喔 為什麼一開始大家 不會特別覺得這一波會跌1000多點 因為一剛開始大家 沒有發現說有什麼大事件嘛 也沒有說暴跌對不對 而且美股到昨天為止 應該講除了昨天跌之外 其實前天 道琼跟標普500還在創新高啊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嗯好像國際上也沒有什麼特別大的事件嘛 所以就後面慢慢慢慢 跌兩三百點三五百點 我怎麼知道跌1000點的時候 大家才會覺得說 已經九連黑了 其實後面喔 大盤怎麼走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強調的 前面那段時間5月的時候是 急跌嘛 最低殺到15159 所以它拉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角度也比較陡 那這一波因為它是緩跌 所以我認為說呢 緩漲的機率比較高 那因為今天 如果我們單純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昨天量也縮到一個極致 大概只有3000億 昨天不到3000億 對那今天的量 大概多了1000億 而且是價漲量增 而且收了下影線 那實體的紅黑棒幾乎也把 昨天的黑黑給吞噬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短線的低點 是可以確立的 那大家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 團隊非常認真 整理的最近這個融資的變化 那最近這10天呢 其實融資大概減少了快250億 我們用整數來算好 是25.90我們抓250 你看融資它是至少 1比2嘛 或1比2.5 所以大概有500億的這個股票 最近這10天賣出來 那也有可能這裡面 蠻大一部分是在停損的 也就是說籌碼也經過了一個良心的換手 那通常大家會再看 除了絕對數字之外 其實我還會去看一個 我認為蠻重要的 就是維持率的變化 因為這個增減都是幾億幾億 這是絕對數字嘛 但是呢我通常會去看一個 蠻重要的融資維持率的變化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大盤的融資維持率 那你可以發現呢 它藍色的就是不停的在變動 那我這邊為什麼要特別拉一條黑色的線 這邊是融資維持率150% 對 你可以發現每一次喔 大概在150%左右它就會 欸又上去了 150%又上去了 150%又上去了 那通常會跌破150% 通常就是要發生很嚴重的事件 譬如說像剛前面2018年 那時候講的就是所謂的這個 中美貿易戰 然後呢去年這個是去年疫情爆發的時候 最低呢殺到大概只剩下125%左右 然後再來最近這一次呢 就是5月這個疫情爆發 5月我們本土疫情爆發 那時候呢大概最低的話 大概殺到破140% 那到昨天呢 欸破150昨天是148% 那我有稍微去統計過 像跌破150的話呢 在歷史上它的機率大概只剩下10% 那如果說像這種跌到什麼120幾的話 那個機率發生的機率大概是低於2% 所以呢往往是市場最恐慌的時候 你進去簡單來說的話 再跌就2%的機率而已啦 再怎麼樣你也要跟他拔看看嘛 是 最好像你去買一張樂透 有98%會中獎 只是中大獎中小獎不知道 那即便可能後面還小跌了一段 但是你只要買現股 你拉長時間來看 你可能買在融資維持率140 130以下的齁 基本上你就是穩賺不賠 是好其實我覺得這個最寶貴就是說 其實節目有交一些技術現行 但技術現行強調的是 第一時間你要離場 如果沒有離場會怕砍在阿呆股 就要聽幸福哥的了 幸福哥就會告訴你很多的訊號 告訴你現在已經是一個止跌訊號了 好那今天止跌訊號 出來之後剛剛有講 因為產業有分化的狀況 所以可否幫我們掃一下 而且有些股票喔 已經跌到15 159 那時候的低點咧 是不是可以減便宜 那我們這邊呢 就簡單舉幾個比較熱門的族群給大家看 好 台股熱門產業 而且未來走勢不一樣 對 那像今天好了 其實今天有幾個個股早盤還蠻弱的 但是後面大盤拉起來的時候 他們雖然有拉 但是那個拉伸的幅度似乎不是那麼夠 因為有的是直接拉到翻紅 甚至拉到漲停 但是有些個股它雖然有拉 但是它從跌停拉到跌半根 或者是平盤而已 對那個強度有差 比如說像驅動IC 今天早盤最弱的應該是敦泰 敦泰率先跌停板 對 而且後面拉的時候 它也沒有辦法說可以順利的 拉到平盤之上 所以驅動IC是這樣 面板的報價開始下滑 所以其實對於驅動IC 因為它是面板的上游 那當然這個部分來說 它也會有壓力 畢竟如果面板廠 它沒有辦法像以前賺那麼多 當然上游廠商它要漲價就會比較難 所以我們覺得 這個如果有上來點可以反彈做減碼 那另外記憶體今天就很妙了 今天也是個大反彈了 因為這個跌很深 對 甚至今天那個 旺宏的董事長 吳董 還有群聯的董事長 潘董也都出來 對 那他們的講法是說 這個外資的報告胡說八道 那今天似乎也剛好搭上這個 大盤反彈 他們的股價也有漲 不過我覺得這個 就是利多利空都有怎麼說 比如說他講說 華邦店旺宏我們這個做NO的 那你裡面講敵人不好 那光我NO什麼事 對 那你還把造業創新的平等調高 那你這個不是 胡說八道嗎 所以呢我覺得 如果以這樣子來看的話 就是利多利空有 但是 畢竟上方的套牢壓力比較大 而且是區間操作 但至於說 以低潤為主的 比如說像南亞科 你可以發現 這一波從五月大盤 漲了快三千點 南亞科從頭到尾沒漲過 他聞風不動 對 那其實 因為他就以純低潤為主 那低潤的價格 最近確實是有下滑 甚至像 內的部分 一些這個 模組廠 對 如果他NetFlash的比重比較高的 我覺得這個也是 稍微要提提防一下 雖然短線跌升會反彈 不過呢 未來的這個 漲上去之後 我覺得還是要減碼 那另外被動元件 這一波也蠻慘的 不過 我覺得他在低檔 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打理 要靜待他的打底慢慢出來 但是呢 車用電子 這個就不一樣了 今天蠻多檔 個股呢 盤還沒翻紅 他們已經拉到平盤 盤漲100點 他們已經漲停了 所以這個是趨勢向上的 那塑化產業其實 雖然休息很久了 不過因為最近油價在跌 所以我覺得也是先暫時觀望 那散裝今天呢 也算是蠻整齊的 其實散裝 會洋KY最後拉漲停半 對蠻多檔 就是大盤才剛翻 他們已經拉到漲停板了 其實今天呢 散裝航運算是這個 蠻整齊的 對蠻整齊的 那給大家看一下 那一樣就是我們 每次來 就只要有報價 我們都會找給大家看 那紅色的這個是BDI指數 有創新高了 然後下面呢 這個綠色的是這個BSI指數 一樣創新高 那另外兩個還沒有啦 BCI跟BPI還沒有 所以其實 這個航運指數 它今天先拉起來不是沒道理的 就是它的基本面 確實也是有它的利基點在這裡 好 因為上次來的時候 剛好是在下彎 所以那時候確實 散裝航運壓力非常大 可是現在有兩個指數 已經率先創高了 沒錯 好那一樣我們來看 就是船型的這個不同 會決定它這一波到底 受惠的程度大跟小 那我們剛剛講說是這個 比較小型的船隻先創高 所以小型船隻比較多的 像惠陽 四維航 台航 這個其實今天都滿常的 今天都漲停板 對所以你可以發現 育民、新興、中航反而 中航也有漲 不過中航的船是比較少一點 是 那反而育民跟新興 今天也有漲 但是他們沒有說漲停 差別就是說船型的不同 你要中小型船隻比較多的 這一波呢 受惠這個所謂BSI運價的一個上漲 是比較有利基點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它的K線好了 比如說像惠陽 惠陽這一波其實也回不少 高點是從大概120 最低也有跌破80 大概回了40塊錢 回了超過三成 那今天也是底部第一根的這個紅K棒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呢 就可以稍微再留意一下 如果這個運價還能持續上賞的話 那對於它的這個 所謂的營收跟獲利表現呢 也是會有幫助的 好 這邊的話要請教一下幸福哥 因為你講到的是 散裝航運的運價現在有反轉向上 但是今天呢 貨櫃三雄也都所掌停板 貨櫃航運價其實沒有下來 每一週都在創高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現在是看散裝 沒有要看貨櫃呢 這個貨櫃航運是這樣 因為之前真的太熱門了 那太熱門了其實上面 層層套牢的這個賣壓非常的多 所以其實它也不是基本面不好 它是第一個籌碼的問題 再來第二個就是 後來大家都看到一下長榮造新船 一下這個萬海啊陽明啊 大家都要造新船 所以大家會擔心說 你明年這個運力大幅度增加 是不是運價就不會這麼好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位置上 其實剛剛我們認為散裝 對 它的這個上檔的這個籌碼 比較沒有那麼亂 還是籌碼戰的問題 對 而且剛好也跌得夠深 但是呢相對來講的話 我認為這邊 畢竟這個散裝的籌碼 稍微比較輕一點 所以大家還是要觀察 這個運價的變化 但是你說有沒有機會 像上次一樣 因為我們上次來講那個惠陽 或來講那個四位行 一下五根六根漲停板 會不會像上次那麼好 我覺得也不會啦 也不會 因為現在量縮嘛 而且現在做隔日沖的那個 一些大戶也有在縮手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稍微再關注一下 但是喔 有比較中長線的產業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車用電子 車用電子 沒錯 怎麼說給大家看一下 中長線看好 因為航運有可能就是 高檔來回震盪囉 因為運價已經在高檔震盪嘛 雖然散裝通常比較輕 但是如果長線看 可能車用電子 是一個大長線的布局 對 那我們就抓最新的數據 給大家看一下 七月 大陸的新能源車 其實就叫電動車 就是他們的講法 七月呢 它的產量是28.4萬台 年增率大概185% 這是產量喔 是 那當然東西你做出來 要賣得出去嘛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銷量呢 其實也不錯喔 它的銷量是27.1萬台 年增率也快180% 兩邊是一致的 有產有銷 對 剛剛是產量 這是銷量 就是你做得出來 也賣得出去 那裡面呢 當然我們就可以看 一些相關的個股 為什麼我們之前大概 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前來 我們一開始就跟大家講說 在車用裡面 我們先可以看電池 這個部分原因就在這裡 你可以發現喔 如果以一台電動車來說的話 它裡面呢 最貴的成本在這裡 電池 對 佔了35% 電池組 然後這35%裡面呢 重點是什麼 電池裡面的 電池新的材料 又佔了65% 65% 這電池材料裡面 最貴重的是什麼 正極材料 正極材料 所以就是一個推一個啦 這樣其實它的比重 是最高的啦 所以為什麼 我上次來看電動車的時候 有跟大家介紹過 這個一些 這個跟鋁電池相關的 主要原因在這裡 那我們一樣 看一下他們的報價 那報價的部分來說的話呢 我們剛剛講 正極材料在這裡 那NCM523 NCM811 如果不懂這什麼意思的 請去看上上一集 好 有些講它是不同的成分組合 對對對 沒錯 就是鋁菇跟蒙 蒙 對 另外還有一個規格是 磷酸鐵梨 其實你可以發現到上禮拜 這個價格都還在往上 都還在續漲 都還在續漲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有關於這個電解液的部分 是 電解液你看一下 這個報價 雖然沒有繼續這樣 之前那麼噴 不過大概維持高檔 對 然後它的主原料一個叫 六伏林專利 到上禮拜還在上禮拜 還在創新高 對現在已經突破了 40萬人民幣一頓 所以其實 這一些相關的個股 我是覺得 它還是走在產業的趨勢上 我們上次來就有講 拜登說 2030年要到50%的電動車 對 試占率 但是美國現在只有3% 所以未來的路還很長 比如說像電池裡面 我們上次有來講過 三檔個股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康普 其實最近 如果你剛剛買到另外一檔 你會覺得好像中樂透 你說美期嘛 對啊 今天尾盤又漲停 而且它創新高 大盤跌了1200點 居然還創新高 對 沒買到那一檔也沒關係 對 而且你看 它跟剛剛那個 彭城有異曲同光之妙 一樣 它就是測到季線 守住 對守住 然後今天盤中 咻一下 盤中又點到漲停 不過尾盤稍微有點收 其實我現在反而發現 沒漲停的股票比較好 沒漲停的股票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之前只要漲停的 一定有隔日沖的進去 然後隔日沖一進去 特別是大家後來發現 過了五六月 那個大家瘋狂的期間之後 其實最近我們 在看這個籌碼的時候 會發現 只要隔日沖去守得 隔天至少開低3% 所以反而現在有漲停的 不見得是好事 那個時代在進步 股市也不斷的在進化 其實我們操作的觀念上 也要跟著做同步才可以 好 欣甫哥講的沒錯 以前一兩千張所漲停 當然不要賣 對不對 隔天會開高 現在不是 很可能是隔日沖去鎖的 所以觀念要改變 但是一個東西是不變的 就是產業趨勢要往前看 今天很開心 兩大產業男神同台 所以我們今天張研隊長 也要延續剛剛欣甫哥的話題 因為跌時我們非常重植 重基本面 重產業面 現在有沒有哪些產業是你覺得 欸 明後年它的應用面 會越來越放大的 因為這樣子我們在跌的時候 去減它相對就會很安心 OK喔 那其實我這邊 我自己有看一個電子 那是USB4的概念 那剛剛這個趙華提到過 跌時重植啊 所以其實很簡單 如果大家其實 這個觀念跟剛剛欣甫哥講的 有點類似 今天先漲的 其實它先表態 對 車用電子算是 沒錯 那好 相對的跌下來 例如說大盤跌到半年線 是 那有一些股票像這個可能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的 翔碩 它可能只跌破月線季線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所謂高速傳輸的概念 也就是說 這個東西簡稱這U4 USB3.0 可能到3.1302 要到USB4 那這個部分呢 有點像是高速傳輸 那高速傳輸的幾個概念呢 其實股票很多 稍微來給大家看一個想法 先看這個圖 好 什麼是USB4 幫大家解讀一下 其實很簡單 就是所謂的 規格的提升 是 那傳輸速度要提高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的影音 要求也都提高了 沒錯 畫質也提升了 沒有錯喔 愛美 怕死圖方便 圖方便 是 就是說我們看到的畫質 一定要高 對 然後最少又要觸控啦 不要這個回到以前 是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時代科技的演技 那USB3跟4呢 其實光是傳輸的速度 就差了這個所謂的兩倍到八倍 喔 然後還有我們使用電子產品的 電池也一直在增加 沒錯 你帶機不可能說 這個買了新手機 就會本來帶機八小時 現在剩兩小時 對 所以你的這個要求 會讓你的 像USB4 它又可以有一個 是所謂的這個 Power Deliver 它可以快速的充電 像我自己 像我自己是iPhone i12 它新的那個傳輸線 跟舊的傳輸線 充電的時間 可能就是40分鐘到2個小時 不一樣 喔 好 新的越充電越快 大家現在耐心都很差喔 我手機沒電了喔 我用了一整天喔 我要用的時間長 沒有錯 充電就要快 充電5分鐘通過2小時 如果你充電慢 可能就開始生氣 開始要打老婆 開玩笑啦 我要講的是 現在大家比較沒有耐心 那新的USB4 除了傳輸速度 那當然它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充電 那當然 我說了喔 終端產品的導路 你必須要有人 來做一個 劃時代的一個宣示 是 例如說Intel 例如說AMD 或是蘋果 這三間 他們都不約而同的說 今年底 或者是明年 是所謂的U4的一個 所謂的這個元年 好 開創元年 是 那開創元年很簡單喔 你要 嘴巴說你要做 對 例如說這個我們來講喔 這Intel的Alder Lake 這個是所謂的 它的新的一個 這個平台 對 它新的CPU一出來 它跟你說什麼 我支援Thunderbolt 好 例如說 這個普瑞的 好 再來 我支援DDR5 是 我一支援DDR5 DDR4 就慢慢的 有一點日薄細酸 就退下去了 淘汰了嘛 它連3都不支援 所以你家裡面有一堆 舊的DDR3 不好意思 你插都插不上去 再來它說 PCIe Gen 4到 Gen 5 USB 3到 4 好 全部的規格 都提升一個等級了 對 所以我換成白話文 我怕觀眾朋友睡著 不要睡著 這醒來 因為這個是北橋晶片 這可能是南橋晶片 那一個CPU的模組裡面 北橋晶片可以控制高速傳輸 那這個東西有一點像是說 我今天的車子引擎加速 我升級了 然後可能這個 這個爸爸姓郭 然後給你200萬改車 那你改了這個引擎 難道你輪胎不用加快嗎 難道你的這個其他的傳輸線 或者是你的 全部都要換最好的 對 全部都要換最好的 否則你只要引擎快 然後輪胎慢得要死 這個邏輯不通嘛 所以原則上這個 USB 4 我覺得U4的這個概念股 其實是不可逆的 對 也就是主持人剛剛提到過了 其實你會發現有些東西 今年不錯 明年可能會更好 那這個就有點 長線保護短線 那這個USB的設備 其實分幾種 分幾種我來跟大家 上一個這個所謂的供應鏈 相關廠商大家認訊一下 那剛剛我們有給大家看到 大家都知道USB這個叫 Netflix 隨身碟 對 這個是所謂的這個裝置端 裝置端就是所謂的這個 device 你身上可能帶兩三個 那這個東西是誰做的 群聯跟點序 USB上面有Control IC 是 那你插到這個NB 所以有插別人跟被插 對 NB上面的USB 對 第一個在NB他們越來越薄 是 越來越給你的這個 所謂的孔越來越少 對 所以他們可能要買Hub 所以買一個連接器 叫做擴充槽 對 擴充槽上面的Control IC 就是這邊 在這個威風跟創圍 對 威風跟創圍就是做擴充槽 擴充槽 是的 那這裡面隊長 你會比較推薦說 誰可以占到最大塊的商機 OK 那我認為這個祥碩 剛好貴耶 很貴 對 但貴的東西當然有時候就比較好 祥碩它貴 它有它的道理 是 我說它跟AMD 甚至是跟幾個國際的大廠 對 例如說包括中國有一些做這個 CPU晶片的 或者是所謂的Intel 他們光是在晶片升級的最快 第一個階段 就跟翔碩要合作 因為我說到剛剛那個北橋晶片 你除了你自己本身CPU的模組 或是GPU模組要強 你這個延伸出來控制晶片 要跟這個 翔碩來合作 所以你看USB 3.1 3.2 不管是Type-C Thunderbolt 或是你看PCIe的這個橋接晶片 那它又有一個副爸爸 是這個華碩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它在整個財報來檢視一下 然後最後再看一下線型 好的 它在整個營收的這個 年增率 對 還有貨率的這個三率三升 是 包括毛利率、淨率率 還有這個 稅後淨率 對,稅後淨率 那還有EPS基本上都是在一個高位 那當然 這個用這個 相對的一個技術分析來給大家看 好 這個部分喔 相比於這個黃色其實是季線 對 季線都還沒有碰到 是 就準備在一個高檔準備 你可以說是做頭 也可以說是騰盤打底 是 那決定它往上或是往下的 絕對是業績跟產業趨勢 是 對,所以我覺得像它這個 相對於大牌已經跌到半年限 對 它已經算是很強了 好,這邊來補問隊長一個問題 因為翔碩之前其實股價就已經到過2000塊錢 但當時因為中美貿易戰的關係 據說它對大陸有些客戶出現問題 哇,一路殺到900多塊 當時我台積電朋友還問我發生什麼問題 說翔碩是很好的公司 那現在股價又重回2000多塊 最近有點修正 但是這個對中國廠商出貨的問題的疑慮已經解決了嗎 我回答一下這個造法 目前其實是沒有解決 因為中美貿易戰還在掙扎還在打 可是這件事情是這樣 例如說像3661的世新 對,世新KY 它有自己法說會有提到 它的營收有三成來自中國 那當然營收掉了三成 有人說本益比跟夢 可能要打七折或是營收 你就要一直修正 可是翔碩不是 它營收來自中國基本上不到5% 所以它是有點被錯殺 中國有它是加分 中國沒有它走它自己的路 那那一陣子跌到900多 第一個是超跌嘛 第二個是大家就講說 Intel的晶片 年底才會出來 明年才會出來 它今年已經沒有什麼新花樣了 所以當然就是這樣 可是現在時移近千 已經到了9月 到了Intel、蘋果跟AMD 都相繼要推出新的晶片 而且規格都已經像我剛剛提到過的 USB4還有PCIE5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U4的概念股 在今年底到明年 絕對是一個領頭養的 其中的一個關鍵的一個產業 其他的部分其實像USB三雄 大概就是像威風 整個產業隊以外 題材、族群、籌碼、現行 還有經營者都要一起去 深入去分析 所以你提到經營者 因為他是威盛的 要咳嗽一下 威盛的轉投資 大家就自行評估喜好 感謝上帝 因為我自己是基督徒 所以我沒有這個太多問題 但我要講 威盛 大家特別去看 他的毛利率其實今年提升到 跟這個祥碩一樣 回到59 威風 抱歉威風 回到50幾 那包括其實他以前 大家把他歸類 可能跟創為差不多 結果 創為跟威風的毛利率 本來以前同一個梯隊 那大家就是股價就比較低 那祥碩是因為有進入到北橋 但是威風在今年不一樣 你看他的營收、增幅 還有EPS的這個跳動 對 都是倍數在成長 真的是高速成長 這10年磨一劍 可能7、8年磨一劍 就等這一次 他的毛利率 不只跟上第一梯隊 他的EPS也跳上來 所以我覺得 這個6756的威風 在今年能夠這麼威風八面 威風淋漓 直接從這200塊 上到560 那當然股票漲多了拉回 最近大盤也不好 對 那我覺得拉回有兩種 一種是拉回就債也不回 那這就可能產業面改變了 業績不好 但我覺得有一種是 拉回你可以注意的 拉回反而之前買不下手的 長線又看好 可以考慮 因為高速傳輸 資料的傳輸 包括充電的速度 都是我們未來 一定要一直提升的 當然我們現在感覺上 開始有點偏樂觀了嘛 因為今天有一個V轉 但是不要忘記 大盤這樣跌下來 它還是有一些籌碼面 跟產業面上的隱憂 廣告回來會告訴你 雖然現在看起來直穩了 可是很多的個股 它有非常高的融資 那它可能會變成一個 補跌的個股 我們現在還是要小心為上 廣告回來告訴你是哪些個股 線上兒童暑期理財營 號召小小理財達人 一起來挑戰 小朋友闖關成功 家長就有機會參加 線上理財達人秀 詳情請洽 上海商銀官網 好 我們現在投資 風險還是要至上 因為雖然沒有到10年黑 9年黑已經終止了 可是融資有減那是大盤 很多個股融資沒有退 沒有退代表抽碼 還是比較凌亂 這邊來請幸福哥 幫我們來解讀一下了 因為我們也不可能 叫大家現在把錢縮哈 有一些其實散戶根本不走 一直跌他也不走 其實這很危險 因為一上來就有解套賣押對不對 確實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 這個融資使用率比較高的 代表它其實上面伏額還蠻多的 那這邊大概都有四成以上 比如說像 石權通家金星科這邊 蠻多其實都是之前的 比較熱門的股票 那融資使用率高 就代表其實這一檔個股 一定是之前的熱門股 但是融資使用高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很容易助漲助跌 因為融資本來就是漲的時候 如果連法人賞戶融資都進來的話 那段時間它一定漲得非常的快 大家一起來膨漲 但是萬一它的趨勢反轉的話 那代表大家都在船上 大家都想跳船的時候 哇這個人踩人的賣壓就很可怕 好我們比喻來說的話 比如說像這個石權好了 它這個是因為它7月營收大幅衰退 它大陸那邊的出貨有點問題 是那你可以發現 其實它之前在高檔整理的時候 其實它也整理蠻久的 大概在70幾塊這裡 整理的橫盤整理一個多月 然後7月營收一公不做 哇這個好像山崩雪崩一樣 對 那這個其實也牽涉到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因為它主要的產品就是記憶體模組 還有包括像是這個SSD等等 那剛好都是最近的價格已經開始下跌了 所以你可以發現 7月份營收怎麼會突然出現月減 而且還是那個年減這樣的數字 那股價就狠狠的從大概 7 80塊呢最低大概來到接近50塊 才開始反彈呢 跌掉了快30塊錢 跌的蠻重也是腰斬 那這段時間呢其實你可以發現 它今天也是喔 稍微有點亮 然後拉出了一根帶亮的實體 紅K棒 不過這個上去我們是建議啦 因為它融資使用率 我們剛剛看大概六成嘛 那它現在融資維持率指現在124% 這個已經集體斷頭的時間到了 那雖然說這邊還有融資可能是說 它可能譬如說它戶頭裡面還有其他融資維持率比較高的 讓它整戶沒有說被斷頭掉 但是這個一拉上來的同時 我相信這邊呢 很多的解套賣壓都在這邊等著 有這個半年線啊季線啊 這個上面都有層層的套牢賣壓在等著 所以這個我覺得有拉起來 或者說你空手想買的這個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另外呢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像金星科啦 金星科的融資使用率蠻高 但是它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它是高價股 對 所以通常會高價股 而且還願意買融資的 跟一般那種中低價的會比較不一樣 它的主力的狀況比較不同 是 對 而且呢它從高漲回來之後 其實它現在的維持率還在接近143% 融資維持率還沒有很低 而且它還有一個富爸爸 它富爸爸是聯發科 所以其實從這個幾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反而這一檔個股 可能會比剛剛實權的狀況還要來的好一點 好 因為高價股抽馬 畢竟比較乾淨 而且它的這個Risk 5這個技術呢 其實也是未來中國大陸 因為要擺脫美國的牽制嘛 說一下子給我進這個一下給我斷那個 那我不如自己來開發嘛 所以這也是這個金星科的這個利益點之一 那另外呢還有也是之前比較熱門的這個個股 Mothfi的富鼎 富鼎 那其實今天有機場Mothfi也是跌很深 開始出現了反彈 那Mothfi其實如果最近我們看到各大廠的交期 其實都還在持續延長當中 本來之前可能大概譬如說20到30週 那最新出來這個交期可能會變成30到40週 所以它的基本面狀況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這一波來看的話呢 其實它剛好就差不多回到前面這個平台區 很接近差一點點快到 那其實它公布的財報也不錯 所以你可以發現它這邊居然還有連續兩天是跳空漲停的 所以代表其實它基本面不錯 而且在交期延長而且價格還在續漲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嚴格說起來它這一波也是 還沒到季線 對 它其實位階是比大盤好 所以我覺得以這邊來看的話 雖然短線它也跌得非常的快 但是從基本面來看的話 我們認為包括像MOSBIT或像MCU 其實第三季目前狀況看起來都OK 所以這些個股呢 如果是反彈的話呢 它上面呢 套牢的賣意壓其實也沒有這麼重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可以稍微再觀看一下 好 就等於是同樣是高融資使用的個股 因為它的基本面前景不一樣 有的反彈可能可以期待 有的就真的千萬要小心了 要稍微做一點區別 真的非常謝謝幸福哥那麼詳盡的分析 好 今天非常謝謝產業隊長張傑 還有我們的傳產報架天王 其實它是全產業的全方位專家 幸福哥來到現場 幫大家呢 來掃描一遍 今天大V轉 到底哪些產業 未來的走向會越來越好 現在來了一個叫做分化的台股喔 即使反彈了即時止跌了 但未來產業走勢會有非常明顯的差別 這個大家要留意囉 那今天理財達人秀 希望對你的投資有幫助 我們明天再會了 掰掰 觀看 朋友們 明天 呢 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